一直想要一套可以在户外免费用电的发电系统 要实现这个想法 做一套便携式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这里先在白纸上画一下各个接口的草图 把需要用到的设备和接口都要给它画上去 再把这张白纸给它裁剪出来 然后粘贴到一个手提箱的上面 这样就可以根据纸上的草图 在这个手提箱上开出对应的接口 开孔的过程中可以给它贴上一些美纹胶辅助一下定位 开完后就可以把设备都给它安装上去 这里先是给它安装上一个逆变器 如果开口的尺寸不合适 可以用锯子再给它打磨一下 箱子的里面则是可以给它打上一点热熔胶进行固定 因为有时会用到一些大功率的电器 所以给它装上逆变器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把它固定好之后 就可以把它的线路再给它处理一下 接下来是准备到的是一个可以用来照明的灯 先给它的接口焊上两根电线 然后同样的把它安装到箱子的上面 其他的孔位则是安装上一些控制开关 还有各式各样的接口 这里考虑到这个箱子的多功能性 所以总体来说安装到的开关和接口都会比较多 全部都摆放好之后 就可以用热熔胶把它们都固定起来了 搞定之后 找来准备好的太阳能电池板 这里找来一些双面胶贴 给它贴到太阳能板的背面上 然后用笔在箱子上描出好要安装的位置 再给它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线路都给它们连接整理起来 大家如果有需要这个接线图纸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一下 对这个制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把视频点赞收藏一下 以后有机会了可以把视频翻出来看看 这里把线路处理得差不多之后 就可以找来一个电瓶给它安装上去了 这个电瓶平时可以用来储存一些电量 平时用不上的时候 就可以把箱子拿出去晒晒太阳 充充电 这样就能实现一个免费用电的效果 把电瓶的线给它接上之后 这个便携式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就算是制作完成了 对于一些经常需要在户外用电的朋友来说 这套发电系统可以说是相当实用了 而且关键的是 它的电量来源都是免费的 也非常的环保